嗨 各位 以目前的師兄師姐 大家午安 我今天這第四天 來到的這個高雄的壽山 來順便健行 走一下看到這個 高雄的野生泥喉 那我們延續這個 八正道的 第 第三篇正語 就是正當的語言 適當的言行 下一個就是正業 那因為 昨天 慈殿寺的智昌法師 因為佛教比較嚴謹 他有些 就是出世出家 出世間的一些 規範其實比較 嚴謹一點 所以說我就引用他講的一些部分 我覺得還蠻有道理的 就是正語的部分 怎麼應用在我們工作 我實際的案例 首先 正語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 語言最難 去控制的 為什麼 當你生氣 或是有一個情緒反應 很快就會 再 講出來 就罵 罵髒話 或是說 心理 心理罵 咒罵 像我這次 騎車環島 修行 啊 呃 就是啊 常會看到一些不熟規矩的 用路人騎車 或開車 就會心理會咒罵 或講出來 馬上就 三字經 五字經 這個就是二孔 那正語其實有四個 不要犯 不要緊 但是我們就 因為我們基本上是 四處間也會有很多 所謂的 呃 一些 工作也好 感情上也好 這是比較難控制的 就是跟他講 是哪四個 第一個就是 惡口 就說不好的話 罵人 再來是兩舌 兩舌就有點像是 離間記 挑剝離間 或是像之前有 所謂的新聞 房仲業啊 他去跟賣方講什麼 跟乙方 買方講什麼 獲取這個利益 除了離間還有這個 就是 那就是兩邊 講不一樣的話 獲取自身 不當的手段 獲取利益 這也是兩舌 再來就是 忘語 忘語就是說謊 比方說 我今天企劃 我講說我要 環島八正道 每一天 我都要講一篇這個 那我沒有做到 甚至我們去做這件事 就是忘語 說大話 這樣子 好 剛好想到了 高雄發大財 在開玩笑的 我們不要有政治色彩 好 再來就是這個 旗羽 蜜製旁旗 旗夢那個旗 旗羽的話 這邊呢 就是比方說 呃 哇 這個字典可能 我要再 survey一下 旗羽 讓我想一下 因為剛好看到 泥猴 一直分分心的 我們看一下 你好 不知道他會不會來搶這一幹 野生你好 不好意思 我旗羽真的忘記了 真的太難了 好 那我們繼續講 我自己本身的歷史 啊我想到了 旗羽 旗羽比方說 就像是 呃 茶水間的八卦 我們才講八卦 或是跟好朋友 呃 飯後啊 鹹話家常 有時候我們 兩個朋友在一起 就會聊第三方 共同認識的人 開始講他的鹹話 呃 增加趣味 其實就是旗羽 那其實我這次蠻難 因為有時候這也是 生活的樂趣啊 工作的樂趣 因為其實我已經 很久沒有 去上班 辦公室 包括是 有一個好處就是 大家可以閒話家常 講講 笑話啊 這樣子 我覺得這也是蠻 調劑身心啊 對 那我再回到 我剛才講的自己 案例 好 我記得以前 我大概 剛出社會沒多久 呃 保險業 待過一年 做的不是很好 因為我覺得保險業 真的是蠻 蠻難開發的 沒有人脈啊 或是說 呃 沒有底薪 所以在沒有支援下 其實 哇 這一塊真的是不好做 所以我蠻佩服 提花法 蠻佩服保險業的人 好 那再來就是說 欸 好 那時候我去面試 一家很大的集團 一家公司 這樣面試三關 口試 所以說 規模相當大 好 那時候 第一關第二關都順利 第三關 那個總經理 台灣區的總經理 就問我 為什麼要 呃 離開上一份工作 呃 有什麼 就是有什麼不好 或是什麼 你就他沒有 也沒有任何負面 他說問我為什麼要離開上一份工作 那這時候呢 其實我剛才講 這很兩難 有經驗的人都知道 要講幹話 就講好話 齁 你不能講不好不好 你可能要 稍微修飾一下 好 抱一下 對方大腿 然後講講講 呃為了 尋求更好的發展 這樣子 啤啤 但是我那時候就講實話 很老實 啊 我就想想啊 那個制度怎麼樣 然後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然後 當然自己也有問題的 自己 開發 業務強沒那麼好 聽一聽就知道 後來就 一個禮拜後 他告訴我說 沒錄取 啊我後來就想想 到底什麼原因 後來想想啊 這個原因 就是說 未來如果你要面試工作啊 他問你 前一份老闆 前一份公司 不要講前面的壞話 就像剛才講的 其餘我們在講 我們兩個 我跟你 我們在講共同對方 我們講那個誰誰 廣告啊 設計做得很差 但是有可能 我跟你感情可能有變化 好 一些利益衝突 那 他就利用這一點 那你變成 你在市場上 或是你在工作上 就會得罪人 所以這就是 不要其餘 的部分 不要 說人家閒話 這樣子 聽聽就好 聽就好 你去參考 那 以上就是 我分享這邊 這次分享比較久 六分鐘 那我們順便來看看 猴子 嘿 好 那 下一次要介紹的是這個 呃 正業 正業不是那個 事業的 是那個 行為 行為 那是不是跟那個 喀馬有關係 業力 我們講 泛印度的喀馬 好像也沒什麼關係 我昨天有問那個 至昌法師 那我們這次就 先分到這邊 那我 有看到什麼風景的路 給大家看 OK 拜拜 我們 可不可以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